星期天就是母親節了 也是慈祭三節合一的殊聖日子 為了花蓮的玉佛大典 今天一大早 精涉的法師們再次的彩排 中途下起了大雨 穿起雨衣以堅定的道心 反覆練習 灰色的鏢 不要走出去 好 師傅 我們進去了 太大了 好 第二排跟著 突然的天氣變化 沒有中斷彩排練習 師傅們穿上雨衣 戴上斗笠 步伐同樣堅定 在雨中更有深刻體會 從零四零三地震以來 我就覺得我們真的要大懺悔 這一場雨下在心裡面 很痛 我們只是這樣走一走 可是在明呢 大雨中的彩排一樣不馬虎 舉手動足 轉身定位 力求整齊同步 動作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更加的和諧 因為每一位都是商人的代表 那也希望是能夠將佛教的精神的時候 藉由我們的肢體動作 能夠一起展現 排頭的位置先訂出來給大家 現場還有一群忙碌的工作人員 隨時為師傅們定位貼地標 播放音樂 協助記錄 彩排不缺席 工作當學席 每一年陪著師傅彩排我們都覺得很幸福 我們要怎麼樣讓玉佛大典更莊嚴殊 那其實師傅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們也在師傅的彩排過程中 在學習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跟相處 精進努力 用心面對 每一次的練習都更莊嚴隊伍 大海新聞 黃文綺 鄧明儀 花蓮報導